一年一度的三八国际妇女节即将到来 感谢女警和有女性员工为治安辛劳付出 苗栗县警察局别出心裁办理的庆祝活动 由县长徐耀昌还有县警局长陈武康 亲自来送上温馨礼物 传递满满祝福也彰显两性平权 为了向平日认真努力兼顾工作及家庭 蜡烛两头烧的女性同仁至上敬意 苗栗县警局在三八国际妇女节前夕 由县长萧昌与警察局长陈武康 亲自未免包括局本部和各分局女警 行政人员等女性员工 感谢他们在警政工作上的付出及辛劳 本局总共有将近两百位的女性同仁 我们这一次由警察局来统一的来给予庆祝 同时我们这一次也借由这个活动 我们跟苗栗县一个幼安教养院 来购买手工饼干 最主要是借由这个机会来做公益活动 那借由抛砖领域 我们希望我们发挥大爱的精神 同时我们也借由妇女节 让女性同仁能够更有重视自己的权利 三八国际妇女节是为了庆祝妇 在经济政治和社会等领域做出的重要贡献而设立的节日 县长徐浩昌肯定投入职场女性仍要兼顾家庭的付出 也期许大家在努力崛起的年代 共同体现两性平权 现在女性比我们更优秀 我们的校长已经超过一半了 所以像现在的总统都是女性 连我的副县长都是女性 所以真的我们身为一个男人 真的要好好的加油 这个才符合所谓两性平权 活动中受到花旱礼物的女性同仁都非常开心 脸上充满笑容 身为女性的副局长邱丽仪 感到温暖与感动 妇女节前夕的一个活动 其实对我们女性的同仁 是一个很大的鼓励跟重视 表示我们女性同仁在这个职场上 也是可以在自己的角色扮演 跟职务的一个位置上 做好相关的一个工作 那警察局是给予很多的一个肯定跟嘉许 这场洋溢温馨气氛的活动 同时也欢送民房管制中心主任 钟松景龙退 感谢他40多年来努力重工 将公务生涯全部奉献给警察局